在去年四月份的時供 有一名男子因為酒後和女同居人 發生了口角 沒想到他氣憤之餘 竟然把自己十個月大的女兒 丟進了煮麵的熱鍋子裡 導致小女嬰重傷不治 現在彰化地院是以殺人罪 判處無期徒刑 赤多公權終身 大人口角衝突 卻拿孩子出氣泄恨 丟入滾燙熱鍋 全身燙傷死亡 惡性重大 一審法官判處無期徒刑 不能因為父母親的爭吵 鬥爭把小孩子 當作報復的對象 在審理的過程 被告表現出來是後悔的態度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傷害 已經永遠都沒有辦法彌補了 去年四月男子黃林奇 全身酒味 回家後不滿同居女友數落 情緒失控 抱起十個月大的親生女兒 就往滾燙面鍋丟下去 女嬰娃娃大叫 母親嚇傻 緊急護送女兒到醫院救治 女嬰全身90%燙傷 經過四天急救 人敵不過死神召喚 事隔一年多 女嬰母親自己創業 開家庭工廠 置面外賣 談起傷心事已經先許釋懷了 畢竟他也不是很恶毒的人 至少他留著還可能對社會有一點幫助 至少他早點回來 至少說他能在外面工作 還賺一個錢 養另外一個小朋友吧 基亞在看守所的父親 去年底受洗為基督徒 心境已由一心尋死 轉變為希望重新向上 只可惜小女嬰已經化身天使 離開人世 明星我龐志龍 彰化報導